本地人性的個案總數是7418宗 另外我們有161宗輸入個案 有10宗的死亡個案情報 在院舍來說 我們今天都有6間老人院舍 和2間殘疾院舍 一共情報了11宗在院有的個案 和有2宗工作人員的個案 學校來說 今天是星期三 我們有785間學校 情報了一共1625宗陽性個案 牽涉了1414位學生 和211位教職員 在過去7天內有2宗個案的學校 有542間 今天我們都建議了38間學校 一共停課了46個班級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 今天到訪長者安居協會熱線中心 了解工作人員致電長者 鼓勵他們接種新冠疫苗的工作 你好 多謝你們幫忙 楊何培恩強調接種疫苗可以有效減低染疫後死亡和重症的風險 政府會繼續為長者提供最大方便 以鼓勵他們接種疫苗 目前仍然有大約21萬8千名長者從未接種新冠疫苗 政府委託長者安居協會接觸一線通平安中服務使用者 向當中還未接種新冠疫苗的長者 講解接種疫苗的重要性 過去一個星期 協會已成功協助83名長者預約接種 職員更會陪同有需要長者前往接種地點 相關費用會由政府承擔